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是班 可是为仁瑞博士 高龄97 仁瑞婆婆耳朵重听 沟通上不容易 不时得扯大嗓门 仔细看看婆婆 门牙掉了一颗 头发有些花白 但怎么看都比实际年龄 年轻许多 走路不需他人搀扶 可以自己爬上楼梯 满足求知欲 每星期有两天 自己从台中转三趟车 到彰化松年大学上课 15年来不间断 我如果没有特别什么事情 我都会去 我真不爱说做派无用 老人你如果做派无用 人家都 这样红队就派死了 婆婆几乎没请过假 反倒是因为近来记忆力衰退 多次迷路 连回家的路也认不得了 用警察车给他送回来 所以烦恼就很烦恼 说她 不知道怎么回来 婆婆喜欢学习 家人不忍心阻止 像桌上这盆花 是婆婆在学校学会的 音乐也是她的最爱 活到老 学到老 婆婆修了好多学分 根据松年大学的学分制度 等同念完了博士班 毕业了 学校颁发校长奖鼓励 婆婆说毕业是另一个开始 自己还会继续学下去 大学习 黄锦亮学信 台中报道